出發音樂 作曲的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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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Matthew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Drum Set的大鼓是怎樣操作的 首先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Hill Down 什麼意思呢?就是腳跟碰地 第二種就是Hill Up 腳跟碰地 其實兩種都有好處有弊處 我先介紹一下Hill Down Hill Down就是這樣 你把腳踩在板上 腳尖向上移然後踩下去 大家會發覺可能力度是有限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只有腳跟碰地的時候 你的腳趾力氣的幅度是有限的 所以力度上面是有限的 但是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有更加好的控制 大家看到我打兩下的時候又快 而且我可以好省力 第二種的打法是怎樣呢? 就是Hill Up 就是你腳跟碰地 碰地的話 怎樣打呢? 就是你把整個大腿 拿起 然後再自然地放下去 腳尖當然就用力地踩實腳踏 腳跟碰地 也是碰地的 這種的打法大家可以發覺 通常大部分的鼓獸都會比較喜歡用這種打法 除了可以增加你的力度之外 其實呢 在後期 你慢慢去到一些比較進階的課程 他們都會建議你用Hill Up 這樣是會方便打各種不同的節奏的 首先力度 示範給大家聽 因為我們用整個大腿的力度 去墜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大力一點了 當然這種的打法都可以打到一些Double Double Stroke這樣的東西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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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